你有没有注意到房价现在在降 有吗 有啦 主要是因为利息提高了嘛 副总统赖清德跟政大学生对谈 一句话引爆争议 到底房价有没有跌 民众最有感 降的幅度我都感受不到 也是有想过要买房子 因为给弟弟妹妹这样 他有个家 可是真的买不起啊 房价应该没有在跌 应该是说 如果是与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买个房子 大概十年内 我大概就可以付清了 对 那现在我想年轻人要买 可能三四十年都有 有很吃力的情况 赖清德的说法 民众真的感受不到 就怕引发民众反弹 赖清德发言人赶紧澄清 表示主席想传达的是 政府没有逃避责任 透过多管道的努力 持续从根本解决问题 强调反对断章取义的一句话 就怕一句房价再降 引发年轻反弹出现反效果 除了拉拢年轻选票 更传出未来选战策略 打锅打猴就是不打磕 就谈到这样的一个选战策略 我觉得言之过早 那只是我们到底会拿几分力 去对哪一个阵营进行攻防战 我想都等到 这个萨喀兔的态势 很明确的定论下来 这个每一个阵党都有它的策略 只要定掉总统候选人 共云党的总统候选人民调制度 一定往上窜 虽然赖清德民调维持领先 不过旧派一句话 引发争议得不偿失 环宇新闻林博汉杨纸月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